嗯 高板刚作为Konerman 非常有日本老黑社会的感觉 老炮 是 感觉留了点胡子 也有三十几岁的感觉 是 只有二十三岁 对老酱也是非常的尊敬 嗯 赛前鞠了一个宫 深呼一口气 准备好 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吧 比赛开始 看看铁头印还是KO率81%的捷克KO机器的拳头印 一个震灯 身高臂展非常有优势啊 伊莉 陈田感觉要以重击来解决这场战斗 一直都不出拳 一个非常重的扫腿 双方继续移动步伐来游走 寻找最好的攻击距离 我一直僵持啊 吃了 一个低扫内侧 他现在陈田好像一拳都没有出过 是的 就是在等待最佳的时机去爆摔对手 然后 机里的防摔能力也是不错的 陈田追着满场跑 毕竟年轻的速度还是敏捷度都要是高于老将的 一个飞溪 一个抱单腿推着藤田的头部 把脚抽了出来 又是一个震灯 又是一个震灯 哇一个高扫哇哇哇哇哇非常重的拳 一连串的锤鸡 双方非常的友好 就像一个毒蛇一样 要么就是一下都不动 一出动就是一串爆发 又是一个非常重的低扫 阿板刚的指导的声音非常的响亮 哇直接KO了 一套组合拳 一个左摆拳直接就把牙套都打了出来 果然还是23岁的超新星 更胜一筹 是的这样的话就KO掉了 最终是伊林普罗哈斯卡 拉下兄弟 咱们一会儿KOKO回报 是 这边也是过来和自己的前辈 是 就可能是看着他的比赛长大的 对 我相信很多的MMA的选手 包括国内的选手 他们都是因为看了Pride这个比赛了以后 看到这些老前辈们当年的驰骋沙场 感动了自己 从而下决心 从事这项事业 是 就是练MMA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工作 不断你会训练非常累 是 然后呢还有机会非常大的机会受伤 对 在你没有成名之前 你又没有能力去赚很多钱 你每天都铺在训练上 你也没有时间去做正常的工作 所以说对于一个拥有MMA梦想的人 人 我们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 老的还是少的 我们都应该 尊敬 给予最大的尊重 嗯 鼓励 对而不是去打压他们 跟他们说你练这个没有什么用 对 就是你 你放弃了你的人生梦想 这不代表别人不能追求自己的人生梦想 是的 因为热爱嘛 是 热爱一直就是我们PVTV的精神 是 我们也 这里也非常的 怎么说 向恒田何之表示致敬 因为这么大的年龄了 还在 还敢去 吃什么沙场 对 接受这场比赛的邀请 不管他输还是赢 都是值得尊敬 对 对 对于 想想绝大部分45岁的人 他们都已经 对 就是 养老 是平时都不会怎么运动 但是 这些格斗选手 格斗家们 给我们带来的那种精神和感染力是 平时你根本就遇不到了 这也是为什么 很多的日本选手 日本的观众喜欢看这些比赛的原因之一 因为 你根本 有时候你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挫折啊 但是你想想这些格斗的名将们或者是格斗的星星们他们做出的努力 你会觉得啊原来这些挫折根本就不算什么 是的 这边应该是所有的选手吧 对今天所有的选手全部都出场了 今天我们总共有13场比赛 总共是三场战力的踢拳的比赛 是一场那个修斗的比赛 还有一场双人的接力的降服式摔跤的比赛 以及两场女子的MMA比赛 是 以及其他其余的男子的MMA比赛 给我们 今天还是比较高的KO率的 相对于其他